講到了這次戰爭的始作俑者 這個普丁一定很多人很生氣 你想要教訓他 大家一起來 真的上戰場教訓他可能是做不到 而且也打不到他本人 可是現在有機會讓你直接教訓他本人 當然不是真的本人 有人就設計了這麼一款遊戲 然後你看到就有普丁的頭 所以你可以在遊戲裡面 想辦法修理他 第一個你可以幫他穿各種衣服 穿各種可笑的衣服盡可能去用 第二個用各種武器 你看你可以用錘子錘他 可以用甚至用火箭射他 而且射的過程當中 他是不是就出現猙獰痛苦的表情 他還有攝影照相功能 你可以把他那個表情給拍下來 這個娛樂性質還蠻高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畫面裡面 真的是蠻好玩 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下載看看 而且這個軟體是免費提供使用的 穩定完他 好 那我們再講到說 這一波俄羅斯 烏克蘭的 真的是受傷很重 我們就不要說其他的這些 實際戰爭的這個損失 再來還有就是很多烏克蘭的年輕人 他想要工作 沒有辦法工作 因為戰爭的關係 所以現在世界各國就想到說 我們要怎麼去幫助這些人 所以想說你願意來我這裡工作 我就讓你來工作 所以現在開始出現所謂的遠距烏克蘭的這樣這個網站 全世界的公司 如果你有興趣 願意真用 要聘僱烏克蘭人的話 你可以到這個網站去登記 這發生很大很大的迴響 不過現在現實就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烏克蘭本身 他們其實因為戰爭的關係 很多年輕人不能出國 所以要變遠距工作 對 但是我可以的話 我遠距工作 所以說基本上遠距工作是不是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可是坦白說 遠距其實還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通訊不見得會穩定 所以有些人就說 真的我也 我是開公司的 我有心幫助烏克蘭的年輕人 可是做一做 他就不見了 他就網路斷訊了 因為可能一炸燈 炸到基地台什麼 就沒有辦法去做好 所以這真的是很可惜 大家特別說烏克蘭有什麼特別的專業人才 是值得大家可以去聘僱的嗎 我們大家可能不知道 來 你看到這邊幾個軟體 尤其第一個 發誓 如果你熟悉的話 你就知道 歐美國家 其實他們沒有在用Line 不像我們在臺灣都是Line 可是在歐美國家 最多用的就是發誓 發誓基本上就是烏克蘭 他們研發的 那其他像這種 這個grammary 他就是專門幫你檢查 英文文法 有沒有拚錯 等等的 等等 這些軟體 其實大家不知道 其實背後都是烏克蘭人 他們的這個心血結晶 所以我們就知道 烏克蘭的科技其實還是很厲害的 在大概之前看到都好像是烏克蘭人 想要出走什麼事情 可是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俄羅斯人自己也想出走 尤其我們先看到這個 俄羅斯的這個富豪 米納爾 他以前號稱是普丁的好朋友 超級大富豪 結果他現在跳出來說了 真的夠了 我對普丁夠了 我也想要走了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說 他開始怎麼樣了 我要離開俄羅斯 大家注意到 他以前真的是很厲害投資 你看這麼多的大公司 他通通都有投資過 現在他跳出來 我要跟普丁切八段 而且他開始公開批評俄羅斯 公開批評普丁 那不只這樣子 除了這種超級大不好之外 很多俄羅斯的年輕人 現在也要乾脆要離開了 他想說俄羅斯又沒有發生戰爭 那我為什麼要離開呢 因為真的是受不了 你想如果你所在的國家 一天到晚跟人家發動戰爭 去欺慮人家 你心裡怎麼受得了 所以根據統計 俄羅斯去年一整年 其實大概才五十萬人出走 可是這一波二月二十四號 開始發動戰爭 到現在才一個多月 真的 三十萬人出走了 這次不只是戰爭 包括他們的經濟 人力都會受到重大打 對 尤其這些專業的年輕人 有本事的 他們都想走了 而且預估真正的高峰 還沒有開始 據估四月份 就可能會有十幾萬人出走 所以俄羅斯現在也開始很緊張了